大家好 我这里新得两株 圆种的朵立叠 圆种的朵立叠 株形比较迷你 叶子比较小 很厚 硬挺 叶子的背面 是枣红色 静杆有的比较长 就像万代兰 像树兰 有时它在中间 还会长出一杂的根 圆种朵立叠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它的花梗 细长 可以长达两米 它会不停的续花 如果花梗不黄的话 不用剪掉它 它会从尖端 一直开花出来 它还是花苞的时候 就是圆圆的 等它长大一点点 就有一个尾巴 好像一只小麻雀 等它的花朵打开以后 它的花瓣向后翻 好像一只 在飞舞的小鸟 有动感 朵立叠的花朵颜色 很多 有的是 有的是 淺紫色 有的是白色跟黄色 好像是橙色 这样子搭在一起 我这个呢 它就是紫色的 另外它的唇板 形状像毛 所以它又被称为 毛蛇蓝 原种朵立叠 有的时候有机会 长出小吃芽 据说它的花梗 很容易繁殖小苗 除了花梗 比较长以外 整颗植株 显得非常的迷你 可爱 这一颗的根系 发达到挺夸张的吧 这一颗根系就少一点点 它戒指里面的根好像就很差 不多 气根很发达 它的戒指 有一些珍珠岩 有一些水苔 里面的根 都不炸的 就是外面的气根 很壮 它的花朵不大 大概就三厘米左右吧 非常迷人可爱 可惜花朵没有香味 现在就来拆植料 它的花根很细 它的花根很细 粘掉一条根 它这里面 中间这一节有很多烂根 这个不是芽 这个是叶子 就把它去掉 跟我说的没错吧 它在茎干上面 叶子里面整一扎根出来 这一扎根是最早的 刚才不是去掉叶子了吗 刚才去掉两片叶子 它在茎干的中间 长根出来 这叶子我们可以保留 等它上面的花卸掉以后 我们还可以把它 从这里砍头繁殖 所以呢 我不打算把下面 这小叶子去掉了 修简单根 修简单根 之前我们的剪刀要修毒 等一回海底 是什么 ETA 是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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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颗的根就很差 上面的气根还行 有一个小车芽 这边的气根还行 这植料里面发出一个小芽呀 喷它有点像 怎么办 拿了一个小容器 它以前的水苔还行 把这个小芽呀 种回这个水苔里面去 让它待在它以前的环境当中 好小诶 不知道能不能够活 这是肉桂粉 涂一点在减过的地方 肉桂粉主要是让伤口愈合 准备的植料有木炭水苔 给它们准备的容器有 内背有孔的外背每孔的 交贴起来 掉一点木炭 拿来比一下高度 这个可以种高一点点 因为它喜欢长气根 提供长气根的机会吧 大概就是这样就行 我现在在挑选水苔 剩下一些比较碎的水苔 这里面是比较长的 为什么我要选一些比较碎的水苔呢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植料里面 不是有很多珍珠岩吗 说明它需要透气 沥水 还有保水性也比较强 我的环境当中就不能用它的那种植料 保水性也太强了 因为我是养着室内不通风的 比平常呢 木炭水苔 种植的水苔会稍微多一些 让它比别的兰花稍微的保湿一些 这一棵就种好了 同样的方法 下面一次加木炭 再来看看这个苗 跟它们是同类吗 因为太小了 看不出来它是什么苗 我感觉跟它们是同类 不过不能百分百 是幻想吗 还是幻觉吗 因为是在它俩的 拆下来的植料里面 见到的 这么小的苗 我还没有种过了 这棵苗小的什么样呢 这里是根牙签 它比牙签还细了 那我就把牙签插在旁边 作为参照物 跟它们的高度差不多 看看它有没有长 是不是比牙签还小了 我也很好奇 我也很期待 好吧 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